哈囉大家好我是Pon 前兩天胖胖幫大家整理了 三星旗艦機Galaxy S23系列的規格預測 隨著時間推移 根據三星官方公布的最新資訊 包括相機以及處理器規格也都逐漸的明朗化 這邊也幫大家更新一下資訊 首先三星稍早正式發表了 全新ISO Cell HP2感光元件 尺寸是1.3吋 其中包括高達2億個0.6mm的像素 由於超高像素 ISO Cell HP2可以選擇以16合一的方式 輸出1250萬畫素的照片 或者是四合一來輸出5000萬畫素的照片 當然應該還是會有全畫素的模式 這對於需求3300萬畫素的8K錄影來說 ISO Cell HP2將在5000萬畫素的模式下 可以最大限度的減少裁切 並以30fps的幀率進行8K的錄製 那藉由雙垂直傳輸門的設計 ISO Cell HP2可以減少照片 在強光環境下造成的色彩損失 而在低光源的環境下 ISO Cell HP2的Super QPD也再度升級 其2億個像素點都可以用於輔助自動對焦 其中每四個相連的像素點都會組成一個群組 來感受垂直以及水平的圖形變化 超高像素帶來的大量圖像數據還有參考點 會讓低光源下的對焦變得更快速 那在HDR的部分 ISO Cell HP2可以在5000萬畫素的模式下導入DSG功能 將兩個獨立的轉換值 應用於像素級的接收模擬信號 另外還有Smart ISO Pro 這是一種HDR的解決方案 可以合併單次曝光中不同級別的ISO數據 允許相機以HDR格式拍攝1250萬畫素的圖像 和4K 60fps的影片 簡單來說這個ISO Cell HP2在高亮度、低亮度 以及逆光環境下都有更好的拍攝效果 最後三星也表示ISO Cell HP2 目前已經進入了量產的階段 除了這個新的感光元件之外 三星電子總裁 繼行動通訊事業部負責人盧泰文 也在官方部落格發文 內容給出了多個對於Galaxy S23系列的規格暗示 首先盧泰文提到Galaxy智慧型手機的 專業級相機模組會更加的智慧 能夠輕鬆駕馭任何光源條件 成就最優異的照片及影片 那在對應到我們前面所講的內容 基本就可以確認在頂規機型Galaxy S23 Ultra上面 會搭載ISO Cell HP2感光元件 將會具備包括2億超高像素 16合一或4合一的像素合併拍攝 低材切的8K 30fps錄影 4K 60fps的HDR影片拍攝 以及在包括高光以及昏暗的 極端光線條件以及逆光環境下 都會有更出色的拍攝能力 接著盧泰文也提到 三星秉持的開放合作理念 易催生出最強的晶片組 實現最快速最強悍的Galaxy效能 這個雖然沒有講得很明確 但是可能就是暗示Galaxy S23 Ultra 將會搭載與第三方廠商 合作開發的新處理器 再結合先前的穿溫 或許就是指向這個超頻版的 特製Snapdragon 8G2 最後他也說 我們將備受喜愛的Galaxy Note的體驗 注入Ultra 意思想必就是很明白 就是指S23 Ultra將會內建 X-Pen手機的筆及各項應用功能 那從以上的內容不難發現 這次盧泰文所提到的規格暗示 幾乎都是針對S23 Ultra 所以我們可以反向來推論 我們可以猜測 由於2億畫素的ISO Cell HP2 只會出現在S23 Ultra上 所以包括像是8K 30fps錄影 在內的這些新的拍照功能 在Galaxy S23以及S23 Plus上面 有可能會無緣 那就算是有 在性能上可能也會和S23 Ultra有落差 例如8K錄影的裁切率 可能會比較高之類的 另外盧泰文也提到 Galaxy S Ultra是提現Galaxy S系列的極致之作 以重新定義效能以及品質 那特別只指這個Ultra型號 而且還帶出極致的效能 是否也暗示了這個超頻特製版的 Snapdragon 8 Gen 2 只會出現在S23 Ultra的型號上呢 這個目前但還沒辦法100%確認 以上的資訊都是純屬推論跟猜測 實際還是要等到台灣時間 2月2號凌晨2點的Galaxy Unpad發表會 才能夠確認 好那今天影片就快速帶大家看到這邊 大家有什麼看法都可以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 那如果覺得影片不錯也歡迎幫忙按讚訂閱分享 以及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